一般Switch的游戏都只有这么小一盒 但是这个礼拜发行的索尼克缤纷色彩有这么大一盒 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当当当当当当 哈喽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Tommy.game的频道 我是Tommy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任天堂的话 欢迎你能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留言点赞分享这支影片 我记得我上次玩索尼克的游戏还是在DS上面呢 好那我们先不多说 直接进入开箱的环节吧 那这个盒子它是挺大的 然后它的封面就跟游戏的封面是一样的 然后它右上角有写一个 包括了一个索尼克宝贝的钥匙扣 然后侧面就是Sonic Colors Ultimate的Switch的字体 那背面可以看到一些游戏的介绍 那这个游戏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一到两个人可以玩 然后这个游戏也是日本制造的 好那我们现在把外面这层 塑封给拆开 好然后把那一层塑料薄膜拿掉之后 我们从上面把盒子打开 然后就先看到的就是Switch的游戏 我们把游戏盒子拿出来 然后它的封面就跟外面这个盒子的封面是一样的 也是索尼克 然后侧面也是用Switch的字体写的 Sonic Colors Ultimate 然后是SEGA 然后后面也跟刚才看到的是一样的游戏的介绍 然后把盒子 哎哟没有 因为我 我也是第一次拆开这个 然后一打开 里面就是一个下载的号码 里面有一些游戏里面送的东西 所以说我把那个号码先遮一遮 然后打开盒子里面看到的也是非常的单调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项Switch游戏的风格 那我们把里面刚才拿掉的那张卡片拿出来 它就是说有Ultimate Icon Pack 应该是游戏里面会送一些装饰的服饰吧 它背面有写说你要怎么去拿叫去ESHOP 把自己串号码输进去 然后就可以拿到那一套东西 好那我们把这个先放回去 然后再看一下盒子里面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那我们又从下面去看 还有一包东西 应该就是那个钥匙扣 那把那个钥匙扣拿出来 他有说这是Sonic的Hedgehog 就是索尼克那个刺猬 然后这个是他封面上有说 是索尼克宝宝的钥匙扣 所以说他的设计非常可爱 跟我们在封面上看到的设计不太一样 好那我们把它从塑料袋里面拿出来 就看到他其实非常的可爱 然后眼睛也很大 就是一个索尼克宝宝的样子 非常非常的稚嫩 看起来很可爱 然后嘴是抿着在笑的 然后盒子里面好像就没有东西了 然后就很空 所以说他这么大个盒子多出来的 其实也只是那个钥匙扣而已 那这个好像是美国的索尼克冰纷色彩送的一个小礼品 不知道其他地区的实体版是什么样的 还有我想说的是 我想大家可能也都听说了 SWITCH版本的索尼克冰纷色彩有很多 很多glitch和很多bug 就是像现在我们看到这种 然后很多人在Twitter上面都在骂 说这游戏也太不用心了 就是这么多这种狂闪 真的让人玩起来非常的不适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玩了两天 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才能触发这种bug和glitch 还有我想说 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美国版的 索尼克缤纷色彩 究极版是不支持中文的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都没有 但是这个游戏也没有多少的文字量 不像动物森友会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中文的话 其实也还好 接下来是这个星期的任天堂快报 美国的奥利奥和宝可梦 会联名推出限量的 宝可梦奥利奥夹心饼干 一共会有16种不一样的饼干 有一些比其他的 还要更难找 预计是9月13号上市 目前只有Walmart已经开始 接受预购,其实也没有很贵 跟平时的奥利奥价钱是一样的 大概就3块多一包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任天堂的话 欢迎你能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留言,点赞,分享这支影片 你有想玩索尼克缤纷色彩 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